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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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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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网上下点 B3在iPod里一倒 就成镜像机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 可能不用那么做 所以做一个重新混音的 然后把这个歌 换一个面貌 再拿出来 乐队历史其实 也不短了 差不多十几年了 而且好多歌 可能 可能大家当年 可能也会忽视掉 比如有一些是第三章的 或者是 第前两章的 就是离现在比较远了 时间 新一代的那个年轻人 然后听听那个 十几年前的那些歌 忘了忘了 也忘不了忧伤 爱你 我总怕见 很乱乱的记忆 准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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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想他失落 看得不帅 多懂唯一的情懷 你笑记里我发的歌剧 当方是我的对爱 我说你同样也找来好多我们朋友 我们的朋友就是在国内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前卫的这个这个 运营圈的这些朋友 然后来做 四沟 四沟米 蜜某 华冬 牛奶咖啡 还有旅行团 其实 我基本上就是 包括了这个 整个现在这个 比较新的这个 比较前卫的这个 就是比较靠艺术的 音乐圈的这个面貌 因为 其实主要大家平时知道的 就是这些艺人 然后他们那个 其实跟我们都是 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在音乐上面 也比较有 有共识 而且他们都 就是平时我们 都是互相欣赏的那种 所以这次那个 这次一起合作 就是有好多的 惊喜 因为那个 在这张专辑里的 音乐风格会 都差得非常远 然后也跟我们以往的 专辑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我不能为这 离开我的祖国 这里边有一首新歌 然后叫做Go East 然后 其实就是说 这就是整个一个 这个专辑的 那个概念 就是说 现在好多人都 都往东方跑 都来北京啊 或者来中国 来这淘金 或者来这穷混 然后他们 他们都是 其实他们是来自 当时的西方国家 因为我们小时候 80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争着去美国 然后去外国发展 都觉得那个西方特别好 但是现在可能 西方军 反正其实都很好了 那就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我们有一首歌 专门唱这个了 对 然后这里边 也有我们自己 缩混 然后像 那个不想失去你 等于就是重新 那个 有我们自己的 一些想法 中文里边 像白鱼地色狗 白鱼地色狗 大家一直 不算喜欢 然后 有一个平时 在现场 演的那个版本 就比较慢 就是 就像一个 对比较像 这个淑青歌曲 嗯 我到那才能找到你 你把我丢的简直离去 眼睛是我不再爱你 你的爱你 知道我需要 一个转眼 我的一切没有 你的眼睛是在太美丽 无法忘记 忘记在每个夜里 呃 right this is a tricky one how many chinese girls you have slept with i've only actually slept with one chinese girl and i married her 那个纪录片 就是放在网上 大家随便可以看的 那种 那是夏天拍的吧 应该是在那个南螺骨巷 今年特别过来 所有的外国人 都往那个南螺骨巷扎 然后晚上的时候 特别热的 都是在那个喝酒 然后能看到很多的 这种外国 那个男青年 然后 拉手 为我老婆 爱的或者外国老头 然后手挽着 一个那种中国的女青年 不论是 都是抓拍的 就在店门口 然后就是 手足弹路 一会儿就来一个 一会儿就来一个 然后这特多这种 而且那个人 每个人都不一样 特别有意思 外国人自己觉得 这好玩 有的那还上赶着 往那镜头上凑呢 这张分析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所以 所以 这张分析 然后它 就是第一批卖的话 然后是 其实它只有 只有五百张 然后五百张的话 每张它会里边 到这么一个盒子 盒子里 其实是一个 暖壶 这个暖壶是 露牌的 其实它是 中国 从五十年代 到今天 都一直是非常 就说是 咱们中国市场 战友力量最大的 一个暖壶品牌 所以它 一样是非常 Vintage 从五十年代 到现在没变化 也是完全是 一个手工制作的 然后包括这个图案 是我们乐队 自己设计的 然后上面有 有我们的 那个乐队的造型 然后也是一个 非常 复古 复古的一个图案 有北京站 有飞机 就是说 欢迎大家 来到中国 那种 欢迎现在那些 外国朋友 来中国淘金 泡妞 然后在这个 这个暖壶 对这盒里 然后也会 有这张专辑 然后这个暖壶 是完全定制的 全是全手工的 就是相信 大家看过 那个原来 那个 贫嘴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 然后里边 就有一些 场景是 那个张大民 如何来 这个在暖壶上 喷花的 而这个就跟 那个当时 那个电视剧里 的场景一样 就是说 都是通过 那个特别 复杂的一个 手工的 那个制作 然后然后来做的 然后因为 每一个颜色 都是其实都是 手工喷上去的 所以每一个暖壶 就喷的都不一样 每一个 就歪的地儿 都不一样 就是 非常的 那个 传统 然后这个盒里边 也保存了 原来那个 路牌暖壶的包装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挺漂亮的 非常的 像70年代的产品 所以就 就把这保留下来了 字体其实就是英文 仔细看着英文 就是够意思的 等于他把这变形了 看起来比较像韩文 那个刘来顺做的 那个就是 是我们 那个一直 合作的一个设计师 然后他 就是也是跟旁宽一样 做了摩登 90%以上的产品 那时候我们有一工作室 叫那个 茉莉设计 然后等于他是 跟我一块的一个同事 等于这次的摄影 然后设计 都是他那个操作的 其实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只是说 有些中国的元素 然后 说呢 咱们可以穿 那个中山装什么这种的 做这么一个造型 就是像 其实也是像 那个80年代初 那时候 已经许多 好多外国乐队 他们那会 80年代初 曾经有过一阵中国风 然后像 像道义包一 或者什么 择盘这些乐队 都开始那个 穿中国中式的衣服 然后我们想找那个感觉 他如果穿了以后 好像不不太像 然后感觉就更像 那个 那个北朝鲜的领导人 所以所以后来 我们在 拍照的时候 然后就是 就是找了一种 这种那个北朝鲜的感觉 嗯 包括我们这个 拍拍拍摄的地点 也是在那个 现在的那个活动中心 儿童活动中心 其实就是原来 那个江青住的 那个院 就是他们家 嗯 就非常有那个 70年代 这种社会主义的感觉 嗯 北朝鲜总给我们 一种那个 特别神秘的感觉 然后 大家会想 那边可能 就是 人们的那个 物质生活特别匮乏 但是精神 特别饱满了 是有那种感觉 其实有时候挺像我们的 挺像 中国这些乐队的 他们物质生活 都是什么也没有 特别苦 但是他们精神特别强大 嗯 我不气 我是中国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c 感谢观看